工作人員拿著電鑽 要來裝水電一旁還有其他工人 快速騎著場地油漆 好幾十人圍在這棟建築物周圍 忙上忙下就連下雨天 也邊撈水邊施工 要趕快完成內部工程 給一對父子住 他們的新房不是買的 而是義工團免費幫他們蓋的 因為周姓父子跟人租的家 年初發生火災燒光了 而六十多歲的爸爸離癌 兒子四十多歲的 卻因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兩個人都沒辦法工作 房子燒掉了 五家可歸附近民眾和里長 都伸手幫忙 找上義工團幫他們免費蓋房 義工團說二月份接到消息後 努力探勘 總算在四月二十三號正式動工 所有參與義工都有打滿兩劑採來蓋房子 要蓋出兩房兩廳 一廚房和一位玉的家給周姓父子 吃到門了 我們家裡長得到房子 周姓父子很感動也很感恩 大家願意幫忙 房子預計下禮拜可以完工 讓他們有個家住 華安新聞領先楊宗永 無間紅運報導 聲聲不醒宏觀視野我是升宏 想要看體育新聞 就要趕快看華視新聞 趕快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公子